大家好,我今天會為大家介紹這個細胞分裂的教材 這幅牌有12張,像大家看到一樣 其中第12張是一張八大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符號 上高的6張是有絲細胞分裂的過程 下面的12張圖是減少細胞分裂的過程,全部都是中英對照 在這條影片我會先跟大家介紹有絲細胞分裂的過程 我們就把減少細胞分裂的牌暫時收起來 之後就拿出兩張筆記 這個有絲細胞分裂的過程,我們一般用這六格代表 多少嗎?1,2,3,4,5,6 第一格就是間期 英語是interphrase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個很典型的細胞樣 然後大家有часoot clean 然後中間有 なur cage scipo hard families 當細胞開始分裂 Africa 它就會進入前期 英文是ProPhrase, 這裡沒有打針出來, 方便大家慢慢熟習 如果看名字可以看一張發達牌 它有兩件事會發生, 第一就是細胞核的核膜, New Keyman Ring 就會消失 然後本身在細胞核裡面, 是一坨我們不太分辨到具體形狀的物體 它就叫做Chromotin染色質, 在核膜消失之後 在核膜消失的同時, 裡面的DNA和一些打物質就會開始繞在一起 然後就會變成一些我們可以在顯微鏡之下, 看得到一些具體形狀的物體 這個時候就叫它做Chromosom染色體 下一個步驟就是中期, 英文是Metaphase 這些Chromosom染色體就會排列在細胞的中間 然後這裡有一些虛線, 就是代表Spindle Fiber 英文是Spindle Fiber, 中文是黃瑞絲 就會連在Chromosom染色體的中間 中間這一點, 英文就叫Sentrumere, 意思就是中間 而中文就叫做著絲點, 就是那些芳瑞絲黏著那一點 然後下一步就是後期 後期這個 這個染色體的兩邊, 即是交叉的兩邊就會分開 那他們兩個的關係就叫做姊妹染色單體 Sister Krutis 然後拉開了, 就會移向兩極 最後呢, 他們移向兩極之後 就會分別有一個Nucle membrane 有一個核膜會包著他們 而他們的DNA就會鬆開 然後慢慢就變成 由Chromosom染色體 變成Chromotin染色質 然後這個細胞在這個階段 就會有兩個Nucleus 兩個細胞核 然後呢, 最後呢, 它就會分開 如果是動物細胞的話 就在細胞中間會收縮 慢慢就分開, 變成兩個細胞 這個呢, 這個過程就叫做Cytopasmic Division 細胞質分裂 如果是植物細胞的話 就會在細胞的中間 形成一個新的細胞壁 一個Cell wall 這樣 而我們看這裡有六格 但是有一個概念 大家要搞清楚的 那就是呢 表面上 是一個細胞分裂的過程 好像是 中間這些階段佔了大多數時間 但實際上呢 在一個細胞由它一次分裂 到下一次分裂之間呢 具體的時間的分配 其實就應該看回這個圖表 這個呢 就叫做細胞周期 Cell cycle 而中間這四格 即是前期 中期 後期 末期 他們實際呢 就只是佔了這個圈的M 這段很短的時間 而這個Cytopasmic Division 就是這段時間 而其他的時間呢 其實全部都是叫做interface 全部都是叫做間期的 所以呢 間期才是一個細胞 週期中最長的時間 就不要被這裡誤導了 就以為它只是佔過 Sell cycle 的六分之一